严亚伦在今年6月遭网红指控偷拍私密片和卷入感情风波后,丢失了不少工作,至今也还未出现在荧光幕前,而他在台中市西区经营的饮料店查明再播,近期宣布停业,而原本在Google上的商家页面,也已著名是,已歇业,答案店则是,暂停营业,不过严亚伦可能付出的举动有机可循,包括近来不断在IG发文,日前被控妨害性自主,经地检署侦查终结后或不起诉后,也亲自发出声明。 致谢检察官还他清白,强调从不仗着公众人物身份,咬乱社会秩序,而文莫属明兰,还将本名,吴庚林,改为吴炳如,似乎是想以新名字重新出发。